平常引起腹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呢? 具体如下,一,渗入了过多的空气,如果进食的速度比较快,或者经常嚼口香糖,都会导致胃部渗入大量的空气,空气渗入过多就容易产生腹胀现象,使人出现不舒适的感觉。 二,消化不良,摄入的食物难以消化,或者肠胃的消化功能比较弱,也融进导致肠胃里面的蛋白质,脂肪和碳水化合物,共同反应生出大量气体,这些气体在肠胃里面充斥着,不能及时排出,就容易引起腹胀现象。 三,肺功能出现障碍,对是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场所,肺部出现问题,会使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受到阻碍,从而导致肠胃里面的二氧化碳含量不高,压力增大,因此,会导致二氧化碳气体扩散,引起胀气。 四,肠道疾病,人体产生的代谢废物,或者代谢气体,都要经过肠道的重吸收,然后排出体外,如果肠道受到了细株感染,肠道内气体不能从肛门排出体外,如肠整肚,肠麻痹时,也可以发生腹胀,平时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防止腹胀现象呢? 具体如下,一,饮食习惯,如果肠胃功能比较弱,或者某段时间恰好有肠胃疾病,进食的食物最好要选择容易消化的,而且进食的时候,要学会细胶暂炎,有利于肠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,也不会对肠胃产生负担,引起负胀。 如果一次性不小心摄入过多的食物,导致肠胃不舒服,可以适当地服用一些消食片来缓解。 二,生活习惯,注意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,早睡早起,避免凹陷,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,平时最好不要摄入烟酒等有刺激性的食物,也不要摄入能够产生过多气体的食物。 二,睡觉之前不要吃东西,吃东西之后,睡觉要把上升不为太高,防止肠胃里面的食物保留,引起负胀。 三,适当的体育锻炼,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肠胃的消化吸收,防止大白质等物质在肠道内发生反应产生气体。 但是,体育运动不要过于剧烈,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决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